看來今天的消息 這幾年我們台灣發生 我們今天這個小小孩 讓人想想要求法官來侵犯的正義 這有什麼引起了民眾萬壇 為了要回應民意 法務部長這個憲法裡面 強制性高責裡面 違反他的議員才要害他散途 但是有什麼引起了 輔助團體的平均 說這樣修法是越修越害 所以這個法務部長 任英夫婦 今天有什麼在這個六法院來表示 會尊重最後修法的結果 進行來發信了一個 女兒叫姓氏的案件 不過他說他女兒 並沒有來懷孔 林鄭沒有違反到議員 是來欽罷 他們去告解批評 任委根本是恐龍法官 將後補針對行犯 奉害新主主委 最終來提出修正操案 三度他們去全議 違反給議員的條文來用 就要在立法醫生意 不過接下來 他們去到輔助團體 以及立委的批評 強制這個讓實際人 來姓氏的案件 說得難聽嘴 修到就沒有啦 那你怎麼起訴 但是我們實際上 還是認定違反他的意願 你怎麼告訴我 你們真的敢這樣認定 現在我請教這個部長 就是從他外觀的行為 強暴褻迫等等 還有像用催眠的心理方面的 那這些我們其實法律條文 前面都有引述了 應該是可以適用的 政院府的說法是讓立委 沒辦法接受 這件事發佈 還沒聽到告解意見 就來修法 從來沒有要求你 要去把這條刪掉 那是恐龍法官 引用錯誤的條文 所以我們叫恐龍法官 我不希望法務變成恐龍部啊 我們還是尊重大院的立法決定 所以現在外界婦女團體 我們仍然跟他們在溝通中 我們也會尊重他們的意見 我們也可以接受 各方面修正的不同的看法 雖然政府表現來尊重你歡迎 最好收看結果 不過立委還是希望法務部 可以聽到告解意見 不然黑黨穿布 補色穿布 愈沒愈大塊 記者 中基隆 中基家 台北報導